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受邀9月17號出席美國國會 有關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聽證會 在前往華盛頓之前 黃之鋒會在紐約短暫停留 週六 他接受路透社採訪 表示香港人的抗爭會持續下去 在採訪中 黃之鋒表示 正在尋求美國立法者的支持 現在是世界與香港站在一起的時候了 身為香港2014年雨傘運動的領導者之一 黃之鋒在這次反送中運動中 也一直處於最前沿 他這次美國之行是傳達香港人不放棄的決心 希望說服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並不再向香港出口催淚彈 美國國會參議院少數黨領袖 民主黨參議員舒默上週表示 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 將是美國參議院民主黨人的優先事項 香港大規模的反送中抗議活動 已進行了三個多月 經常遭到警方的暴力鎮壓 示威者的五大訴求之一 要求對警方的暴行進行獨立調查 新唐人記者徐哲、陳海月綜合報導